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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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世界上的这个positive thinking是很多的不同的 因为在positive thinking是说把一个不好的事情 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好的事情 但基督徒我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知道苦难就是苦难 遇到难处就是难处 但是因着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 得到喜乐 甚至得到一个功课的教训 那所以呢 这边告诉我们说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 就深忍耐 那我觉得这个信心本身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信心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不确定之中 才会需要信心 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觉得说 一个信心很多的人呢 就是好像就不用害怕任何的事情 但是信心本身就是一个 有怀疑的过程才会有这个信心的需要 如果我们今天对一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怀疑的话 事实上就不需要信心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只是一个真理而已 好像比如说 我说我手上有一个杯子 那大家或许这个时候 我问你说我有没有杯子 你可能会说 可能有可能没有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信心上面的 一个挑战 但是当我把这个杯子拿出来的话 我再问大家说 我手上有个杯子吗 那大家的回答可能会说 对 我相信你手上有个杯子 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信心了 因为看到了以后呢 就不需要信心 看到以后就只是一个事实而已 所以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试炼 或是一些的考验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 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这个信心 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承受更多的东西 所以呢 雅各就说 在信心经过试验 就可以深忍耐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真的是相信 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说的 就是万事会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那这个得益处的信心 从哪来的呢 就是经过了各样的挑战 当我们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以后看见 神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那美好的安排 很多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在这个挑战当中 在这个试炼当中 好像不知道 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走过去了以后呢 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 当我们在灵里面与神连结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真的就是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 在这样的考验当中 当我们能够用信心来面对的时候 能够持守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忍耐 知道说最后 只要我们能够 真的是定精在神的身上 在这样的考验过去了以后 我们都知道是可以以大喜乐的 知道是有个好处的 对我们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 常常会经过这样不同的试炼 我很喜欢这个第二节 因为当讲到是百般的试炼 在信主这么多年了以后 我到现在还是在被神炼净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被神考验的当中 但每一次真的是希望能够考的这个时间 跟考的这个成绩能够越考越好 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更多的信赖他 更多的充满着这个耐心跟爱心跟等候的心 所以求主帮助们 或许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还是会遇到不同的挑战 在这些挑战当中 我们是否愿意用信心来面对 深信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 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并且也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真的凡事都能做 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相信 去经历 最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 在患难当中的一种忍耐的能力 一个盼望的能力 一个喜乐的新的能力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新的一年 或许你已经开始遇到不同的压力了 但神对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 藉由这个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 但这些挑战事实上是再次的来试炼 来考验 来证明主啊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还有我们对你的依靠 主啊 就求你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就加点我们的力量 在我们得顺的时候 就让我们谦卑 真的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主啊 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 提醒我们真的是 要藏在你的里面 不要离开你 因为离了你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主啊 我们深信 你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你是我们平安的来源 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就求主也帮助我们 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立志真的是与你千千同行 真的是再一次的立志 真的是要行公义 好怜悯 存着谦卑的心 跟着你一起行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